眼睛是相當暗 星空滿滿 喔唷 YO 各位觀眾 大家好 我是阿姐 幻幻皮道 今天又來到我們的 RP 那為什麼昨天沒有出影片呢 因為環島回來就是掃蝦 所以呢 到現在隔天的晚上 稍微好了一點點喔 所以今天才會有辦法錄影片這樣子 所以昨天沒發片 跟大家說聲抱歉啦 好 那我們今天呢 一樣啊 要繼續再來賺錢 好好來買車 那今天我們可能會去體驗一下挖礦的部分 因為在這個 server 挖礦好像跟我們以前又不太一樣 唉唷 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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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匪追逐戰了 哇 那這一個拆車零件呢 自從我們上次弄完呢 好像被拔掉了 之後好像聽說會換一個新的 或是怎麼樣的喔 各位觀眾 如果喜歡這個蟹熊的影片的話 記得幫我按讚訂閱 那現在我的車呢 好像已經在扣壓場了吧 所以現在我來打電話 看看有沒有計程車 唉唷 有耶 叫做班傑敏喬治 打電話給他 喂 你好 欸 你好 我要叫車啊 你在哪裡 喔 我在體育館附近這個拆車場這裡啊 喔喔 那個我大概知道 一公里五百可以接受嗎 喔 可以可以 我在門口等你好嗎 好 我過去再打電話跟你確認 好勒好勒好勒 好勒 沒問題 欸 感覺這個計程車也是蠻熱心的 待會看可不可以收我便宜一點點啊 畢竟我的身上 啊 也沒有很多錢 A few minutes later 喔 該不會是這個吧 哇 兄弟上車 上車 哇 你計程車喔 欸 計程車 計程車 高級Uber 欸 高級Uber 我要去扣壓場 啊 你幫我標個點好不好 哇 太高級了吧 開麥拉倫 當計程車司機 哇 司機你很有錢欸 也沒有啦 還好啦 居然可以開這個當司機 啊 就 每天開18個小時啊 這麼辛苦喔 疲勞駕駛欸 但是覺得服務不錯以後都可以找我 好勒好勒 這一趟就免費啦 太近了 這麼好喔 對啊 太近了 好啦 剛好我也沒什麼錢 謝謝啦 OKOK 好 祝你旅程順心 掰掰 謝謝老闆啊 掰掰 掰掰 哇 他測太帥了吧 哈哈哈哈 賺丟賺丟 然後另外呢 我們上次不是又買了一個那個滑板車嗎 據說那個滑板車喔 就是 如果它倒了之後呢 就是會有一些BUG 你必須把它弄壞之後才可以 回到管理處 所以現在應該是有在這邊啦 或者是在我車庫喔 看一下哈 應該是在我車庫了 來吧 把我們的小兵士給取出來 Yeah 太好了 太好了 那我們接下來呢 先前往這個挖礦的地點 看看該怎麼做齁 那這個挖礦分了好多啊 這裡有礦洞 然後這裡是掏金 呃 還有洗石頭的 還有珠寶切割 礦石採購員 這個應該是 它待會會跟你買的吧 不過我覺得我先去這邊看一下 免得跑到上面去之後 欸不對 又跑到下面來 那就麻煩了 所以我們先前往 礦石採購員這邊 發 你們是不是看我這台車非常的膩 好不好 我跟你講今天最少會把上次那台 BMW給它賣起來 好 我們先把我們的車車停在這裡好了 喔 你看這邊好多人喔 這個是切割台 欸 這個是不是很像人家那個什麼啊 找石頭然後把它切開 如果裡面有什麼北翠啊 什麼之類 就是賺大錢了 是不是這種東西啊 你看它有賣鎬 採礦磚基 要一萬五 晃夜激光 要十五萬 磚頭二十 這個應該是可以弄更多吧 但是我覺得現在我們應該是要先買鎬 這個先買一個看看 買個兩個好 我怕會壞掉 然後這個掏金盤應該也是要買 然後手電筒 欸 這個我就想買了 到那邊應該會相當的暗 就手電筒 勢必是要帶著 然後這邊我看看還有什麼喔 珠寶店外還有 金品珠寶收購商 所以我們如果野煉到比較好的東西的話 就可以把它賣掉 喔 金點寶 這邊就是熔煉的部分 好 OK 那來這邊應該就是買這些東西而已啦 我們就直接往這邊來看看 看來又有人在窮 結了 不曉得我們有沒有機會在目睹那 好大的狀況 五點多公里 我們出發吧 好啦 各位我們快要到了 在六百多公尺就到了 我在猜它應該也有賣東西對不對 欸 真的耶 它也是有賣啦 那其實我們不用擔心了 喔 你看看你看看 裡面多暗啦 然後我們來這邊看一下 喔 這裡 礦山礦石 需要搞 喔 這樣就可以挖啦 看看可以挖到什麼東西吧 喔 待會我進來 那不是什麼 喔唷 OK 有了耶 拿到了兩顆石頭 看來都是這種做出來的齁 所以應該沒有錯 唉唷 這個做的滿不錯的耶 我覺得裡面那個電燈 如果會亮了就更好了 齁 好 那我們先在這邊喔 稍微的再踩個幾個看看 然後待會看看後面的步驟要怎麼做 哇塞 稿就這樣壞掉了 太快了吧 那我們挖了幾個 四顆石頭 稿就壞掉了 哈哈哈 我們再去外面 多買幾個稿子 然後繼續挖吧 我覺得起碼挖個十個以上 不然到時候四個回去沒辦法 也練出什麼東西來交易的話 那就浪費我們的時間了 好 來 再出去買吧 好啦 各位 我們大概挖了有 三十一顆 已經太重了 先這樣子就好 好 我們先離開這個山洞吧 那我們這邊完成之後 我們再去看一下另外一個地方 這種溪流邊可以挖的東西 喔 這個稍微看一下 看看這個跟這種優手不一樣的 已經是相當暗 星空滿滿 唉唷 喔 對不起啊 我自己被他嚇到啦 喔 哇 嚇死我了 超像在玩鬼片了啦 被嚇死了喔 哈哈哈 那我們剛剛有買那個 掏金盤嘛 我在猜應該是用那個來用 哇 這樣看起來 這裡夜景也太美了吧 星空點點耶 然後機場這樣子的感覺 哇 這晚上應該很多人帶妹子在這邊看吧 呵呵呵 喔 到了 在這個瀑布這裡喔 也有人的車停在這裡耶 嗯 來吧 我們來看看這邊要怎麼樣用 齁 這邊也沒辦法再靠近耶 喔 在這裡在這裡 在這個上游 不是下面那邊 這裡也出現了 掏金盤 看來這樣子水流 也許這邊就會有一些金子的材料 流到我們的盤子 把它瀝乾之後再過濾一些雜質 可能就可以拿到小金沙啦 這個是我們以前沒玩過的 這種掏金的 很像以前玩的掏金模擬器那種感覺 有啊 拿到兩個空瓶子 拿到金框跟銀框死耶 感覺在這邊不錯耶 因為剛看那個金框銀框好像也都 有100多塊的樣子嘛對不對 所以這邊直接就是這個 不用去熔練 齁 好 那我們就稍微再蹲一下囉 齁 等到等一下盤子破了 還是什麼之類 我們再回去 或者我們身上包包滿了 我們再回去野獵場囉 好啦 各位已經用到白天了 來看一下我們目前的戰績如何 我們總共拿到了 7個銀框 4個金框 石頭有34個 垃圾有8個 空瓶子有8個 我不曉得這些垃圾呢 有沒有什麼作用 反正我們現在呢 就先回去野獵場 看看這些到底可以讓我們賺多少錢 一個晚上 究竟有沒有辦法賺個1萬塊呢 那我們基本上喔 先看看今天這樣可以賺多少錢 然後車子的部分呢 我們再考慮一下 那如果說這個真的賺得不錯的話 我應該會私底下自己先來用一下 下一次 應該就可以比VM登陸 還要更好的車車了吧 這個遊戲齁 應該要用一個收金的職業 一定不是只有我這樣而已 百分之五十以上 我在猜 一定也有人跟我相同的招力 如果有的話 歡迎下方留言好不好 那個真的不是要顧一下你們的 真的是我出來突然 看到有一個人 你真的是自己的下巴 寶石切割塔耶 欸 它變返黃的咧 使用 寶石切開 啊 可是我也沒有寶石啊 要怎樣才有寶石 還可以製作耳環耶 這耳環不曉得有什麼功用 項鍊也可以製作的 金礦一個125呢 銀礦125呢 所以不錯啊 耶 這樣就賺六百塊了 讚讚 我們今天這樣收穫還不錯嘛 好 那剩下的我們來冶煉看看 冶煉場裡面都是 什麼鐵 什麼錠之類的 啊我這個是石頭耶 石頭是要拿去哪裡用啊 哦 要去洗石 所以我先去洗石頭 哦 走錯了走錯了走吧 先來洗石頭看看 好啦我們快要到囉 在一百多公尺 這裡可以洗石頭啊 哦原來是下面啊 那我們把車停在這邊吧 哎呀真的拿出一個石頭耶 好酷哦 哈哈哈哈 我著洗洗 又洗洗 拜託來個紅寶石 好啦 哎呀真的耶 好酷哦 我也切割了 還有金礦 哎那真的很賺耶 所以待會我們拿到這個 還沒有切割過的 再來切切看 看會是什麼寶石 哇哦 難怪人家說這個職業是賺錢的 但是有的也不一定會拿到好 還有拿到鑽石啊 圓鑽耶 各位那我稍微在這邊洗哦 等等再給大家看看 我們的成果會是如何吧 好啦 來看一下我們的成績有什麼吧 總共有未切割的藍寶石有6顆 圓鑽8顆 未切割的祖母綠有11顆 我還以為我在看那個大陸的短劇呢 還有未切割的紅寶石8顆 走吧 我們回憶練場 看看這個切起來 到底會不會是什麼 很好的東西啦 來來來來來 切割看看啊 說不定這個一切哦 就超級有錢的了呢 來 有沒有磚頭 齁 所以要再買磚頭就對了 哇賽這個也太細了吧 磚頭有多少錢 磚頭20塊就可以了 四個吧 喔喔喔喔喔 欸好酷喔 呵呵呵 還真的有那個動作跟聲音 還會按按鈕 太帥了吧 得到一顆藍寶石 哇喔 酷酷酷 那我們繼續切吧 齁 等等一樣看看 或有什麼好的東西 再跟大家講一下啊 究竟又會值多少錢 好啦 OK 各位 全部都切割完了 給大家看一下吧 目前呢 我們有 藍寶石6顆 紅寶石8顆 脆11顆 鑽石8顆 然後金礦有15顆 我後來才發現啊 原來啦 那個金礦 我們不要把它直接賣掉 還可以做東西 這邊我可以用的是金元寶 我來稍微把它也練一下哈 那如果也練完之後 我們可以再做成飾品 想必 他說珠寶店外面 還有金品珠寶收購商 這個價格 一定比這邊單賣某一種材料更高 所以這個我們下次可以試試看 現在可以做成黃金戒指啦 好了 接下來這個就有黃金戒指 各位觀眾 那我們今天就先玩到這邊 我覺得這個挖礦系統 真的還滿厲害的 從頭到尾 有各式各樣相關結合的部分 所以呢 到時候我們再看看賣完之後可以值多少錢 我們再去買車吧 OK 各位觀眾如果喜歡這個謝謝喜歡的影片的話 也記得幫我按讚訂閱 我們就下次RP再見 大家掰掰